在讲这个字符类型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个概念叫字符编码 那么刚开始呢 我问你说小如你遇见过这个字符乱闹的问题没有 你说遇见过是吧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字符编码出现了问题 那么先看一下什么叫字符编码 那么在显示器上我们看到一些文字呀图片呀 这些信息呢 其实电脑里边啊 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子 那么其实啊 我们把这个说硬盘 砸开了是吧 拿出来看一看 它里边基本上看不到任何东西 它说有些盘片 小如你卸载过这个硬盘没有 把硬盘卸载了之后呢 然后螺丝都拧开了 看到一些盘片 然后它会高速的运转 然后呢上面有一个磁头来扫描 我这个盘片上 那么你用小微镜来看啊 这盘片方向这会有一个凹凸不平的这些 这个这个呃就是标记 嗯 那么凸起的这个地方代表被磁化了 哦 那这个磁化什么意思啊 这个就是说 我们经常说的你那个 你那个银行卡不能放着一个磁铁的地方 它会被会被磁化的 就是它里边 我们银行卡里边的一些数据 其实就是一个磁条 这个磁条如果你用一个磁铁 把它磁化了 那个数据就怎么样 要么是消失掉了 要么是不准确了 懂这什么意思吧 那么凸起这个地方就是被磁化了 那么凹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没有被磁化 凸起的地方就代表一 那么凹下的地方呢 这个地方代表零 那么这个磁盘呢就用这个零腰 表示所有的什么文字呀 图片呀这些信息 比如说A 我这个 我这个 显示器上显示了一个A 其实呢 在实际当中磁盘里边 它这么表示呢 比如说小张的计算机里边 保存A用这个11 四个零一个一来表示A 而小王的存储呢 它是这样的 11 那么后边也是四个零 还有一个零来表示这个A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两个人来交换数据了 就是我把这个A发给你 结果到你那就变成了C 或者变成D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人用的字符编板不一样 编板格式不一样 那么这时候交换信息了 就会出现误解 那么发出一个A 是吧 那么发给小王呢 小王看到他说这个是X呀 我明明发给那就是A呀 你为什么收到一个X呢 是吧 就是一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 如果字符编码出现问题 其实是挺可怕的 是吧 两个人聊天呢 打开了说 你好 结果发过去是什么呀 骂人的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字符编码出现问题了 是吧 这个很可怕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个怎么怎么做呢 就说他使用不同的 有一个叫编码表 为了统一这件事情 我们用一个字符编码表 比如说 我们用96来表示 96啊 因为96你可以把它转换成二进制的 就是0110这种格式 懂这意思吧 那么其中有一个叫ASK码的 就是美国标准 这个叫信息交换码 美国标准编码 那么信息交换码 这里边 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个 说ASK编码 你听过这个没有 一般的就是我们键盘上边 AXN编码 它有这个127个 127个 那么 其实这个编码 是比较常用的 但是呢 它这个比较有局限的 比如说你这127个编码 怎么样表示一个汉字 我们汉字有多少个 好多啊 打开我们的字典 那里边就成千上万个汉字 是吧 包括韩文呀 日本呀 那你127个 肯定表示不过来了 那后边就会有 其他的编码格式 比如说unicode 叫统一编码 就是这个是一个字节 8位 就是最大表示127个 那么如果双字节的 16位的 那就表示的太多了 就是unicode 叫统一编码 这个编码呢 就是可以表示任何的 很多的其他的一些 编码格式 那么更多的这个 字符编码 大家就是可以 摆读一下 自己看一下 那么常见的这个 字符编码 比如说有ask码 unicode 还有我们经常会见到 是utf-8 -16 有这个吧 那么这是经过 优化的一个utf 就是unicode编码 叫国标码 sorry啊 叫统一编码 unicode 就是全世界的 所有的 不管你是 中文的 日文的 韩文的 什么26字母 更不用说了 然后键盘上 那些特殊符号 甚至是什么呀 一个笑脸呀 一个猪头呀 你们这些符号 它都可以表示 懂我说的意思吧 还有我们国家 专门用的一个叫 国标码 gbk 有这个吧 我们经常会看到 这是字符编码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什么是字符类型 C元里边呢 使用一个单一号 扣起来 表示一个单个的 一个字符 那么在C元里边呢 这个字符 按其对应的 ask码编码来保存 一个字符呢 占一个字节 就是说 一个字节是八位 这样一个长度 那么字符长量呢 按这个整形来保存 你可以用整形 来代表一个字符 那么所有字符型呢 可以参与 像整形一样的 一个算数运算 那么这个 我们先去看一个 我们先去新建一个 项目吧 这是零 是零四吗 零四干这边 对吧 对 然后说我想定义一个字符类型的 那么怎么样定义呢 说定义一个 X类型的一个C等一个大E 注意点 这个是单引号 而不是双引号 看到没有 这个代表字符类型的 printf 怎么样输出一个字符类型呢 C等一个百分之 这个就是C 为什么没有C呢 C就是character的一个缩写 character的一个叫什么 character 好像是这个 对不对 应该是它 就是字符 那个英文的一个缩写 另外呢 就是它是 我们看一下它的长度 这边就是这个size等于百分之二 这个是什么呀 有一个sizeof吧 说 就在它的一个长度 它是一个 一个字节的 这样一个长度 看一下 输出的结果是一个字节的一个长度 输出 sizeof是什么类型的 啊 无呼号常整形的 就LU 空放到R 我们来一起 看这呢 对吧 这个是输出一个A 然后它的是一个字节 ebet是什么呀 八位是吧 八位啊 那么它能表示的是 一百二十七个字符 那么 下边我们说这个字符和这个整形可以什么样 类型转换 比如说我们想把这个A转换一个整形的说 百分二 d输出 这个 转发成int类型的一个 c 那么发现这个大A是什么是多少呀 65 那你猜一下B应该是多少 66 现在你知道C是多少 就是一次往前走了是吧 就是这个和整形之间可以相互的来转换 OK 那么下边是一个字符类型的一个实例啊 我们再去看一下 字符类型的一个实例 在这呢 我们刚才跟那个道理一样的 说这个字符类型要怎么样来定义 我定义一个int类型的 还可以把它转换成字符类型的 下边我们说打印一下X码表 X码里边到底都有哪些符号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打印输出 数0到127 打印输出 这个呢就是用这个整形的 接着呢 我们直接怎么样了 给它用字符形式来输出 每隔10个字符呢 我给它换一下行 等着什么意思啊 那现在输出这样一个 X码表啊 那么输出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些字符啊 只不过因为我们这个编码 这个地方 呃 没有这个 这个这个字符是没有显示出来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 捞日志里边呢 它不能显示出来 那么下边这个地方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 这个地方你会对应一下 是不是跟我们键盘上的 那个顺序是对应的 嗯嗯 看键盘上merit的那个符号 对 碳号 什么什么双影号 有这个是吧 嗯 然后Dollar是等等等等的 后边有这个什么 123456789 还有ABCD 到Z 是吧 嗯 它先往边吧 OK 嗯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布的类型 这个布的类型啊 我们一般说是比较简单 叫非零表示真 所谓的非零 就不是零就都表示真 比如说负100也表示真 一般我们都怎么写的一表示什么呀 真 零表示假 嗯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说是这个 一般我们是定义硬材类型的一个i 说我们定义一个true 这个tue啊不行啊 这个 比如说i等于1 然后int类型的一个goal等于0 if i 然后我们printf 输出这个 怎么样呢 说i 输出一个true 嗯 夸张到r又行 else 然后printf 输出一个什么样 false 那么现在我这个i 我就不定义他了 我当前i等于几个 i等于1是处是吧 如果改成0怎么样呢 是false 非零都是处 比如说我给他一个负100 他是真还是假呢 负100是真 非零嘛 非零 只要不是零就是真 知道吧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用1表示真 连表示假 懂这意思吧 嗯 那么后边呢 我们讲到这个 运算数和表达式的时候 我们再向你来讲 这个bless 类型 后边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数据类型的一个转换 这个啊 这个什么叫数据类型 一个转换 哎 小时候我们经常说 有这个 从这个一个 我们家里边都有这个 说汽水的这个水壶有吧 嗯 这个水壶往这个杯子里边倒水 嗯 是吧 嗯 如果一大壶 一个茶壶 一个大壶里边水很多 往一个杯子边倒 然后呢 一边倒水 一边看电视 结果会怎么样 就撒出来了 哈哈 倒满了 发现倒满了 没注意 怎么样了 那个叫溢出 是吧 我们这个 这个数据类型呢 也有这样一种情况 比如说啊 我们定义一个 嗯 长整形的 我们有一个长整形的 一个类型 然后呢 再把它复制给一个 差类型的 比如说我们 我们说差类型的 最大表示到多数 127是吧 嗯 那么现在呢 你定一个硬它类型的 给它一个1万 这复制给这个最大类型 只能保存到127 在这一个数 它会怎么样 就多出来 哎 多出来就溢出了 就像我们那个茶壶 往那杯子里边倒水的 你多说那些就溢出了 要数据类型之间 转换了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嗯 那么反过来会怎么样呢 说这个水太烫了 我喝不了 我再倒 倒到那个茶壶里边 让它凉一会儿再喝 这种情况下会出现溢出吗 就是那个水杯子里边水 这道茶壶里边 假设茶壶比水杯大 不会 它肯定不会溢出呀 因为什么呀 因为那个 那个茶壶比较大 那杯子比较小 是吧 数据类型也是这样啊 看这个 数据类型转换 在执行这个算数运算的时候啊 通常我们要求 两个操作数有相同的大小 比如说 定型的重数方式也相同的 你要计算 直接将两个16位的整数相加 但是呢 不能将两个 一个是16位的 一个是32位的整数相加 它不能对齐 就不能降 懂这意思吧 也不能将一个32位的整形 和30位的一个 复电力性相加 它必须转换成相同的格式 就是你这个位得对齐了 我才能运算 一个是16位 一个32位的 要么你怎么样了 把16位转换成32位的 要么32位的 你可能会出现什么样 精度的一个丢失啊 转换成16位的 那么只有对齐了才能运算 那么如果一个表达式当中呢 混合了使用不同的数据类型 编译器会自动的进行一个类型转换 这个转换呢 叫影视的一个类转换 就是我悄悄的就给你转换了 你都怎么样了 不知道 我就给你转换 比如说 比如说 我这有一个 int类型的一个i等于100 我这有一个float类型的一个f等于3.14 那么刚才根据我们的规则怎么样了 我这个 这两个能直接运算吗 那么你这个f类型的是 f是幅点类型的 i是整形的 这两个不能直接运算了 是吧 那么在这为什么i它也没报错呢 我们这个printf输出一下 r等于2%f后边是这个r 说这个看一下 运算的结果是这个多少呀 是什么 这个你看就会发现这个精确度的问题啊 这是不准确的 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 点r2 你会发现现在的结果是正确的 那么刚才说是3.13.99 这样一个结果 说复点类型其实是一档状 它不是非常精确的 那么这是跟计算机是有 这个运算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运算 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加什么 隐式 隐式转换 就是我悄悄的怎么样 把整形的转换成复点类型了 就是什么 悄悄地把整形转换为复点类型 你都不知道 我就自动的编译器自动的把整形转换成复点类型了 知道这意思吧 那么比如说现在我是这样一个类型 我说硬的类型的一个A 我先定义好 然后一个Double类型的一个D等于什么3.14 然后呢 我说A等于D 进行这样一个运算 A等于D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怎么样 现在我输出一下PrintF 我输出一下这个A等于多少 A等于百分二D 这个地方是A 那么拿R就行 A的结果是多少 A的结果是3 为什么不是3.14 我就把这个D复制给A了吗 D是什么呀 3.14对吧 A是Int类型的 AW类型的 这也是隐式转换 它自动的把 小数点后面的就给 就给你扔掉了 这个抹掉了 我就是进度就是损失了 那么OK 那么程序员也可以进行强制连行交换 这个叫显示交换 就像刚才那个怎么样呢 我比如说我这样 我进行强制连行交换 或者说 定一个Int类型的一个I等于1000 我定一个X类型的一个C 那么等于这个I 我先给它一个65 25 会不会I等于C 让我们PrintF 答应一下这个C 有没有问题 我就C 把它小画成整形的输出了 嗯 那么你说现在C等于责任 这个65 没问题是吧 嗯 说要等于1000 10000 10000 输出一个-24 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是1000 然后这个 诶 刚才我们说整形的 它是 它是 这个两个字节是吧 嗯 两个字节是 16位是吧 对 那么你这个是几个字节啊 一个字节是吧 一个字节是不是8位啊 嗯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 茶壶 这个是什么呀 茶杯 杯子 嗯 茶杯吧 那么茶壶往茶杯里边倒水会怎么样呢 嗯 看电视呢 长湖 茶壶往茶杯里边倒水 怎么样呢 溢出了 嗯 是吧 剩那些水怎么样了 没有了 因为这个 这个结果是 就是随机的这样一个结果 因为 怎么样了 这个1000 我没法往这个 一个8位的这样一个里边放 所以说这个精度就损斥掉了 嗯 是这样一个类型 通过这个实例啊 大家自己去总结一下 嗯 那么什么时候可以进行这个影视转换啊 当表达式 或者罗语表达式 操作数类型不相同 嗯 类型不相同 比如说一个int类型 一个double类型的 就要转换了 复制因算当中 两端的类型不同 我们这两个都解释过 刚才那个复制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这个double类型的复制 给int类型 它就都要自动进行转换 那么当我们这个函数里边 这个实餐和行餐 类型不相同的时候 后面会讲函数啊 就是你声明那个和实际调用那个啊 这参数不一样 Rating语句和函数 返回值不相同的时候 在几种情况下 都会进行一个影视转换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转换的一个原则 你怎么转换 小类型自动转换成大类型 刚才我说这个 你茶杯里边往那个茶壶里边倒水 这个没有问题的 那茶壶那么大 肯定不会移出的 那么另外就是整形的自动转换成复电类型的 那么如果任何一个操作数是复电的情况下 那么如果两个都不是复电类型 那么是这种情况啊 如果两个操作数里边其中任何的一个是复电类型的 那就是复电的自动转换成double double的自动转换成什么 lum double 小的往上转 因为自动转换的时候 它怕怎么样了 一个转换出现这个进度的一个 就是抹去的一个问题 就是溢出的这个问题 说它小类型往大类型转换 那么另外呢强制类型转换 强制类型转换 这个表达是另外就是说 int类型的转换成 5v2int 然后呢5v2int又转换成lum int 也说小类型自动提升为大类型 强制类型转换怎么样了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复电类型 强制类型转换成float类型 这个有可能怎么样了 一个精度的一个损失 就是说有可能移除 有可能 移除 这个 比如说我这个茶壶里边往茶壶里边倒水 这个 sorry啊 说茶壶里边往茶壶里倒回 它一定会移除吗 茶壶 茶壶里边倒水 它一定会移除吗 倒的准的话 不是倒的准不准 我茶壶里边没有一杯水 茶壶里边一共就半杯水 那肯定 肯定不会移除 也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在这给他一个65 随便给他一个54 你说他会移除吗 这个最大值能保存127 那就不会 我给他一个1000 会移除吗 肯定会是吧 就是说有可能会移除 是吧 你学计算机学到最后的说法都非常怎么样 有逻辑性 就说怎么样了 一般都是不说特别准确是吧 嗯 这个不好啊 我觉得不好 那么后边有一个实例啊 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解释了这个转换的一个过程 那么有关这一节啊 数据类型呢 我们大概讲这么多 我们还是给大家回顾一下 这节课我们讲到的内容 一开始我们讲到了什么呀 是整整形 整形是吧 整形还有包括这个一些修饰符 有什么呀 短整形长整形 有符号的 无符号的 对吧 那么整形过来之后 我们又讲了一个符点类型 还记得吧 有float double类型 有单精度的 双精度的 是吧 这过来之后 我们还讲了一个字符类型 是吧 还讲到一个字符编码 说你那个为什么乱码 原因就是两个字符编码不一致 除了这个之外 后边我们还讲到了一个布类型 非灵 就是真 是吧 0呢 0就是假 还讲到了一个什么呀 数据类型的一个转换 是吧 说是自动类型 自动转换和强制转换 好 那么有关这一节内容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 好 那我们这节课今天上到这里 更多高端精品的移动开发课程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 以获取更多的课程信息 那郭老师我们就下节课再见吧 好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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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